第一个当然我们上次开启这个204之后的话 然后总共其实有两个工作表 那这两个工作表基本上它是希望一个是用筛选 筛选的话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针对哪个学院 比如说工学院还是文学院还是外语学院 那你会发现这个筛选其实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用那个什么 这个所谓的什么交叉分析器 其实可以很快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我要的哪个学院的资料全部筛出来 那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在做后续的处理分析 或者是说你要哪一个科系的话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要中文系点击中文系的资料就全部出来了 所以将来的话你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也可以把你想找的资料快速的找出来 所以以后的话记得就是说有些资料 假如说你要做查询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它拿到第一个 那先想你想办法把那个资料 假设它不是一个表格的话 那你恐怕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把它变成表格 OK所以这个叫资料的正规化 那正规化的话另外除了说表格之外 另外呢上面也需要给它什么 给它它的栏位名称 那可以针对它的栏位名称做资料的筛选 那比如说后面的话假设我要做一些进一步的筛选 那你会发现当然除了用这些方法之外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假如我要查的是可以输入条件 像类似有些系统 比如说我想要查什么 它会跳出请输入 比如说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书目编号 或者说一般比较常查的是 你要查什么书的关键字 或者是说什么作者的关键字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 做一个类似像图书馆的查询 像图书馆你们去的时候也是针对的 要不是针对那个书号 可是书号的话你可能要完整知道 有时候比较不好查 反而比较常被查的也许是什么 什么书名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查什么跟什么有关系的 跟女性主义吧 有没有 跟那个 这边好多 跟鲁迅的 或者是说跟什么有关的关键字 那你只要给关键资料 那所谓的关键字就是说 其中有什么资料就可以了 那当然在那个筛选里面的话 把它先取消一下 这个把它先恢复 那恢复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它这里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所谓的筛选 那筛选其实就是在那个 Excel里面的资料里面 这边有个筛选 这个功能 那如果你要把它取消 这边有个XX 把它取消它就恢复了 OK 你会发现这个筛选就可以再点击了 那 如果说我今天不用上面的这个功能 这个叫交叉分析 因为交叉分析器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你可能要是最新的Excel版本 其实好像是 Excel要2013以后才有吧 OK 那假如而且这个功能 我当然有时候觉得并不是那么非常好用 所以请各位今天第一件事情 先帮我把这个图书资料 这个工作表 先再复制一个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做另外一个查询系统 那个查询系统 不是说只有点选 而是说可以真的输入关键字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假设你今天 比如说到了图书馆 比如担任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或者是跟图书馆有关系的工作的话 那假如突然间 你们主管说你可以帮我弄一个查询系统出来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 对以前Excel老师有讲过 可以把它设计出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当然不是只有图书馆会需要 其实因为现在大数据时代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资料 那到处都资料的这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够快速的产生一个可以查询的功能的话 那你会变成 你变成怎么样 你变成你要用眼睛去看 有没有像这些资料 你不可能说一笔一笔去查 因为像这个资料蛮多的 Ctrl向下 我看一下 总共500多笔 那500多笔呢 如果你要一个一个慢慢去查的话 我说真的一定是很浪费时间的 所以要怎么样 设计出一个查询系统是蛮重要的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设计出查询系统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那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做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这边其实有一个文字 你会发现啊 如果你假设这个不是表格的话 它不会上面有这个东西 那其实如果 假如没有这个下拉清单的话 你可以按筛选 它一样会跳出这个 实际上这个就筛选功能 那假如说呢 那个栏位哦 它里面放的是文字的话 那其实哦 如果你要做那个关键字查询 其实主要可以利用一个功能 叫包含 OK 也蛮就像你那个 在浏览器上面要搜寻 像现在很习惯就 哎呦 就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寻 那其实Google里面哦 为什么可以很快的 帮你把资料 给找出来 那其实它主要是用 所谓的包含 只要是 你的关键字哦 在某个地方曾经出现过 哎 它就会帮你把它带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设计一个简单的查询系统吧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这个范例先打开好了 待会我们再来看哦 其实这一题 204这一题哦 其实这边有一个查询功能 我们先以那个题目来看哦 比如说在那个第二题里面的2C好了 2C里面其实它有说 根据题名有没有 题名就是应该算是书名吧 根据那个书或者像那个提名里面的那个栏位 然后它希望能够找到包含 包含哦 OK 包含里面的话要有这个关键字 或者这个关键字 那其实它其实就主要找两个关键字啦 一个关键字叫Network 一个关键字就是模式 那中间有个或哦 或的话呢就是其中只要有一个出现 那就帮我把那个资料给叫出来 或哦 OK 如果end的话就是一定要有Network 而且要有模式 这帮我调照出来 那你会发现的这个查询 其实还蛮常见到的 那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能够做出 因为将来 假如说呢 我们之前做的是用什么 用这边哦 筛选的功能哦 OK 筛选的功能呢 然后做出我们要的结果的话 其实 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假如说我希望 可以做出类似按钮的功能 其实这个按钮必须要 配合所谓的那个VBA 可以 OK 那VBA的话呢 其实好处就是说 将来你只要做一次 就一劳永逸了 以后的话就不用再做了 因为他已经帮你把程式写出来了 你这样按个按钮就OK了 所以哦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 刚刚Network跟模式 针对这个栏位提名 去找到我要的资料 而且哦 直接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资料找出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首先当然呢 之前我们的做法是 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资料里面去做一个 筛选的动作 OK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做筛选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写成程式的话 那基本上 我这边按给各位看 这边已经程式写好了 程式写好的状态 可以是这样 按下它的话 它可以直接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筛选的结果 比如说包含里面有Network 这边有了 Network 然后跟什么 跟那个模式 所以这个应该都Network Network 那这个是模式 有没有 或模式 有没有 所以哦 理论上上面三个是Network 下面两个是模式 那如果假设你要把它筛选出来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功能 写成类似像一个按钮 另外的话 我有对应到一个按钮 就是复原 所谓的复原就是说按一下它 它可以帮我把原来的状态再恢复回来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会写这两个功能 一个是按下去 Network跟模式出现 一个是把它再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那等于是说跟那个上个礼拜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就把它变成按钮 以后的话呢 就不需要特别还要再去设定一堆 有的没的 因为有的时候 在以色列里面 光要设定那些东西 其实就非常繁琐 但是如果你以后可以一个按钮 就可以把繁琐的动作 变成很简单的按钮动作 那相对的你工作就轻松很多了 那最后的话 可以再设计一个 就是 因为刚刚Network 跟那个模式都固定的 名称 可是如果你想说老师不要 我现在要想要 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个 就是根据这个提名 做查询的一个查询功能 也就是说呢 我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 它可以跳出 请输入提名的关键字 然后呢 我只要输入那个关键字呢 它就可以帮我把提名里面 有那个关键字的资料呢 就全部找出来 然后并且列在底下 那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OK 其实任何 我发现现在任何东西都需要查询 查询系统 不然的话真的 你用眼睛去找 真的很累 OK 然后呢 比如说我想要找什么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女性 比如说在那个 学校有关女性相关的书籍 或者是一些期刊吧 有没有哪一些案确定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只要有女性这两个字的关键就出现了 那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这边有个复原 就可以恢复了 那如果你还在找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找那个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他给的资料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里面的话 它是简体字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中国两个字 对不对 假设我今天找中国 那我打的是繁体字的话 你会发现 你按确定找得到吗 这边有中国 可是如果按确定 你会发现找不到 所以待会的话 可能还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可以把它复原 就是说我们在做查询之前 我是建议最好 因为我们环境必须是繁体的 所以建议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的所有资料 假如说是简体的 可以把它变成繁体的 那怎么变繁体的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就是在哪里呢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教越吧 对 教越里面 教越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什么 繁转繁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边资料 全部都帮我把它 简体字 转换为繁体字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件动作 第一个就是 把底下的范围资料 全部选取起来 选的话 其实我们是从A11 然后Ctrl Shift向右 再Ctrl Shift向下 其实全选 全部把它选起来 选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教育里面的减转繁 不过他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继续的话 你没办法转换回来 所以你如果做这个动作之前 你可能要确认说 你是不是有备份 如果没有备份的话 我建议这样 否 那怎么备份 不如这样好了 你可以这样 把那个图书资料 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那怎么复制一个比较快 就是拖拉加Ctrl鍵 拖拉右边 按下Ctrl鍵之后 再把你的左键放开 这边就多一个了 那这边的话 也许保留旧的 那你可以在这个后面 加个刮鼓 这个叫前提版 也许我们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前提版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繁体版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拿什么呢 拿我复制过来的这一个 把它转换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就 旧的也有 新的也有 那如果你要找简体的 你就找简体的 你要找繁体 就找繁体 那一样 把范围选完之后 再按一下这个简短繁 那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说 可能 这个没有办法复原 OK 按去试就OK了 那你会发现 它很快的时间 就帮我把里面的资料 就全部转换成 所谓的繁体的 那怎么确定说 它是不是全部转换 其实你可以 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中国这两个字 我看一下 有没有 你会发现中国这两个字 那就变成繁体了 那我们要确认说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用搜寻 筛选题名按下去 那这边比如说 刚刚找中国是找不到任何东西 那现在找找看 有没有可以找到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有的时候如果你假设搜寻的时候 为什么明明搜寻 那个关键字 但是为什么找不出来 有的时候可能是与系的关系 那你把它稍微改一下 就OK了 那所以等一下的话 也许你就是把简体的 变成繁体的 可是记得保留简体的 不然到时候如果假设 刚好又需要简体的环境的话 那就没办法找了 所以待会的话也许我们就是 第一步 请各位先复制一个 然后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之后 把它转换为繁体 那第二个的话 待会我们就来看 这三个按钮怎么做 我们分别来看 那其实这个里面 需要写VBA的程式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VBA程式 不会很复杂 因为里面的话 基本上 这个大概就是几行而已吧 我看一下 其实这个就一行而已 那这个也是一行 那这个 刚刚 关键是查询 就两行 OK 所以 其实程式不多 只是说你要知道说 那个对应的程式该怎么写 那首先 这三个按钮的话 第一步 记得要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那这个前面有做过 所以请各位自行 再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那开发人员的位置在什么呢 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找到制定功能区 那记得把那个开发人员这个地方 打个勾 按确定就可以 那接下来 我们要写这三个按钮 这三个按钮 第一个叫什么 筛选提名 然后后面加个偶 给它一个名称 那怎么写 首先接下来 一样 签到VBASIC 然后呢 这个预设是没有的 先把它变成跟各位一样的环境 你们应该是 进来的话 类似长这样 那我要怎么增加 第一个我的习惯 是把VBASIC 先稍微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到后面我要做什么动作 接下来的话 这边叫开发人员VBASIC 如果将来你要写VBA的程式的话 记得 一律记得 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反正呢 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一定写在模组里面就对了 所以哦 记得以后的话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第一个动作 只要记得插入模组就对了 插入模组之后的话 它会显示 一个白色的区域 那就是写程式的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 按钮要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如果以后你要写按钮的话 开头只要掉SUQ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那个名称 你只要写一个SUQ 然后空一格 然后上面的那个名称叫什么呢 比如说我叫做 筛选提名偶尔 就好了 OK 那比如说 根据上个礼拜的题目 我要找的就是 Network 跟模式 两个东西 我都要找 可是我要怎么可以找到 第一个 插入模组 然后这边SUQ 按钮名称 Enter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呢 它会帮我 产生SUQ跟EnterQ 程式都写在中间 只要是一行就可以了 字太小可以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里面 撰写风格 把它改成12号字吧 OK 类似像这样 那再来的话呢 你只要按个TAB键 OK 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首先的话 你要先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范围在哪里 跟他讲一下 我的范围 左上角是A11 那右下角是哪里呢 应该是H 所以HCtrl向下 如果你Ctrl向下 它会跳到最下面一列 就是568 所以哦 如果你要靠它范围的话 那你就必须用一个物件叫Ranch 其实很好记吧 范围就Ranch 然后你跟他讲 左上角在哪里 左上角是A11 冒号到H的多少 568 你跟他讲这个范围呢 就是我要查询 筛选资料的范围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再按一个点 意思是根据这个范围 我要做什么动作 它后面会带一大堆的清单 那其中有个功能叫做筛选 筛选的话在英文里面 其实就是叫什么 叫做Auto Filter 所以如果你记不起来全名的话 其实你大概记一个AU 大概就出现了 AU 这边就Auto了 那Auto的话 其中有Auto Filter 就是这个 Filter就是过滤器 Auto就是自动 所以它筛选 在英文的名称 实际上就叫Auto Filter 所以如果你假设是 你用的版本 如果是英文版的话 应该在这个资料里面 这边就不是筛选 应该就是Auto Filter 只是说因为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叫筛选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点 根据这个范围 帮我做筛选 筛选的话 你就打AU Auto Filter 那你就选取它 后面加一个空白 空白的话 你必须要跟它讲几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说 Field Field指的是哪一栏的意思 这边是可以给数字 比如说我要针对的是 这个范围的B栏 所以在这里的话 等于是第二栏 所以第二栏的话 你直接跟它讲说 在第二栏 给数字 OK 请你帮我针对第二栏的资料 逗点 第二个的话 给一个条件 所以后面这个叫什么 这个黑体式 这边就跟你讲说 第一个是Field 是栏 给你第二栏 第二个的话 请你给我Catheteria 后面是E 123是E 意思说 那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你的第一个条件 那请你帮我找Network 所以请你在这边前后先加创 因为文字嘛 打一个Network 那基本上 第一个条件就出现了 不过你可以先试试看 这个程式理论上已经写好了 那跟各位讲一下 你打字的话 可以全部打小写 那移开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Range的R会变大写 有没有 那假如说 你移开之后 发现奇怪 移开之后 怎么没有变大写 那表示说 你字应该是打错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执行看看 所以筛选提名偶尔的话 执行看看 会不会有Network出现 执行看看 发现 这个范围里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为什么 那把它恢复一下 那把它恢复一下 恢复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点一下 这个 或者点一下这边箭头 把它清除掉 那为什么 什么都没有 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的话 如果你把程式写成这样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是 这里面的储存格里面 只有放Network这些字 它才会显示出来 可是问题 应该没有任何储存格 是只有Network 这样一个单字 一定是 它一定是放在什么字 跟什么字的中间 所以后面的话 假如说你要让它出现的话 你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就是前面等于什么呢 星号 等于星号的话 意思就是说 不管前面有什么字 这个星号指的是 万用资源 这个还蛮常用到 就是不管前面是什么字 然后后面的话 再加一个星号 不管后面是什么字 反正中间只要有Network 那就帮我调用出来 OK 所以Network我看一下 确定一下 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其实可以从 云端白板的 204突出管理VBA之一 找一下 这边就有了 就这一串 所以我现在打到这里 Autofilter 第二栏 这个 记得 等于星号 后面加一个星号 后面这个先不要打 没关系 我们先试试看 如果打完这样 怎么Run 其实直接按执行就可以了 上面有个词形 你会发现出现Network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还有模式 如果我想要带进来 我要第二个条件 怎么做 很简单 如果你要第二个条件 那你就再加一个斗点 你加斗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跳一个清单让你选 请问一下 你要什么模式 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或的话 请你找到里面有一个叫XL 然后偶尔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或在斗点 它会跳什么 你要的第二个条件 什么 那你请你把第二个条件输入 第二个条件是 模式 所以你就打一个双引号 然后呢 就把模式两个都打上去 模式 OK 模式 那一样 你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找不到模式 因为没有那个 除纯格里面 刚好就只有模式两个字 那我们如果要用什么 关键字查询的话 记得 记得在前面加什么 等于 等于 星号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 再加一个星号 它就知道说 哦 你中间只要模式 就帮你把资料调出来 所以哦 如果你这样执行的话 有没有 你会发现模式就出来了 所以哦 如果说 因为我目前是固定嘛 固定找 network跟模式 可是你想说 老师 那这样以后 不是固定都找这两个 可是我不要 我可不可以找别的 可不可以找 用关键字 假设让我输入之后 那自动帮我把那个关键字 里面的资料调用出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程式不多 那当然最后顺便讲一下 如果要把这个筛选复原的话 有没有 再多一个复原哦 那要怎么样把它复原哦 特别之后 其实程式不难 只要把上面这三行 SUB跟NZSUB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然后改成筛选 后面加上复原就可以了 筛选复原 那你想说 程式都一样吗 没有 只要把一个地方改掉就可以了 哪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复原的话 请你把Auto Filter 后面的这些条件 通通删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Auto Filter 后面如果不带任何东西的话 它就会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了 OK 所以应该很好记吧 执行一下 有没有 就恢复了 所以哦 你按这个 它就可以找到这两个 但是 我如果要用关键字来查资料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开启开发人员 然后进到Visual Basic 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上面输入SUB 第一个SUB是这个 对应到这个按钮 第二个SUB对应到这个筛选复原 那程式其实基本上就只有插 后面这些其他都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查询系统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将来如果说你假设 要做一些 让人家很方便查资料的 一个系统的话 其实说真的哦 其实并不需要说一定要什么样 很很很很很 很很 这个 其他的这个复杂的 这个 开发环境 其实主要 你只要用 Excel的话 其实就可以帮你快速的查到 你要查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这个功能会的话 以后你要做研究 或者说你要做报表的话 其实这个都很快可以把资料给塞出来 试试看一下哦 哦 你先不aper了吗 那我先不下吧 你先不担心 我先不担心 我先不担心